大家好 我是布京云 我是来自陕西的一名美少傅 我讲脱口秀就是想抱怨一下我老公 我昨晚给他视频 想缓解一下我的焦虑 我说老公怎么办呀 我明天就要比赛了 我老公说没事 你记得一个重要的事 我说什么 上台别紧张 他说不是 你记得回来的时候 把酒店的一次性牙刷拿上 我说都现在了 你还说这个干嘛 我老公还 那咋了 上次跟你说你就没有呢 十二年了 我跟他永远无法同频共振 就前段时间 朋友叫聚餐 进了包间之后 别人的老公衣服一脱 一看就是那种成功男人的标配 那种Polo的利领 一下拉到这儿 我感觉下巴都夹住了 还有的就是那种特别洋气的帽衫 我就忘丁领一句 我老公脱掉他的外套之后 里面就是一个没有任何修饰的红球衣 我把我打扮那个夜上好带白玫瑰 我老公穿个圆领的紧身红球衣坐旁边 我尴尬得要死我 特别生气 我刚一出门 我说我告诉你 你下次聚会 你再敢给我穿红球衣过 我老公说 我知道了 下次注意嘛 下次去穿个黑色的 我说我怎么给你解释啊宝贝 就秋衣单穿这个事吧 跟颜色没有关系 你自己吐 你就模仿模仿别人 对吧 我说你看现在朝南都怎么穿 你看人家朝南现在都蝶穿 我老公说 什么是蝶穿 我说蝶穿蝶穿 咱顾名思义 就不可能只穿一件 对不对 就我老公那个人吧 你每次骂他 他还都能听进去 他第二天 就给他的红球衣里面 加了一个棉被心 而且他那个秋衣 都已经穿了十一年了 我眼看着 他把一个圆领的紧身款 慢慢慢慢地 穿成了现在的深微 有时候在家 他不经意地弯下腰 我顺着那个不规则的领口 都一下能看到他的皮带 有时候又觉得 还挺性感 而且他那个智商 我永远都不知道 他要干什么 前两天还回来跟我说 媳妇 我送你个这 蓝牙耳机壳 我说不错 挺好看的 这可不是普通的耳机壳 我说一个破耳机壳 慢能有多神奇 我跟你说 你这个耳机壳 你应急的时候 遇到危险的时候 它就可以变成一块橡皮 我想了一晚上 我说我遇到什么困难 我需要块橡皮啊 你说晚上回家 我碰到个老流氓 我特别害怕 我在包里翻 我说你别过来啊 看着什么 耳机壳 橡皮 流氓说 咱俩谁 调戏谁啊你 根本不会害怕对吧 只会向我步步紧逼 我说你别过来 真的 你敢过来 你敢过来 我就敢擦掉你肮脏的心灵 这是什么高级的喜剧技巧 就刚才上台前 我老公还问我 媳妇 你们这个比赛 电视上会不会播呀 我说会呀 那你是不是得对着镜头 给我说点啥 我说人节目组 不让我说脏话呀 那我转身一想 也对了 这都要播了 是吧 我今天我对着镜头 说几句心里话 真的 老公 你是我见过最单纯的男孩 你从18岁就跟了我 美好的青春十年都给了我 男孩子有几个十年呀 我谢谢你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带你走出大山 跟我过上好日子 老公 我爱你 我告诉大家 我为什么要说这段话呀 因为我婆婆说她也要看这个节目 好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采亮 我老公是个外国人 他刚来中国的时候 看不懂汉语 也不懂中国文化 他第一次送我花 是一束明艳的黄菊花 刚开始那时候我俩刚交往 我没好意思跟他解释 但是他送了我两个月的黄菊花 有的时候黄菊花的外边 还有一圈白菊花 我收着花我都不知道往哪放 放桌上 桌上不敢放吃的 放墙根 墙上不敢挂照片 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就问他 我说这花店的老板 他就不推荐点别的款式吗 他说他推荐了 他推荐的那个花 后边有个架子 自己能支在哪儿 我没买 你一个大活人 又不是拿不了花 我说你领我去这花店看看 我觉得他的受众群体 未必是大活人 到了地址 没有花店 这个店他都没有名 就叫兽医花圈 我说行 你在这买花就买花吧 幸亏你没在这给我买衣服 我老公说 这儿没有你的号 我说我懂了 咱俩走吧 我老公说来都来了 进去打个招呼 进去他就跟老板说 老板我又来了 这就是我女朋友 那可能是 卖花圈的人 第一次碰到收花的人 亲自上门取货 老板正给别人写碗帘呢 看着我 连笔纸都白 你不是两个月前 就走了吗 我说我就是回来看看 为什么我的花 没有腕帘 我老公最不懂的 其实不是咱们的 祭奠文化 是中国人的谦虚文化 有一次在铁岭 有个老头问他 小伙会打乒乓球吗 我老公说会 你呢 老头说不会 可以陪你玩玩 但是我前一阵中风了 一边胳膊不好使 你多担待 那天 在铁岭老干部活动中心 我老公对决的是一个 七十四岁 穿着跨栏背心 红球裤的退休老大爷 我老公全程 没碰着球 老大爷全程没动地方 给老头都打困了 老头说你倒是接呀 我老公说你也不让我接呀 我老公说你倒是动啊 老头说你也不用我动啊 打完之后我跟大爷说 大爷你太厉害了 你就用一只好使的胳膊 都能赢他 大爷说我用的是不好使的那只 第二天他刚缓过来 我二姨父问他 你会游泳吗 我老公说会 你呢 我二姨父说不会 可以陪你玩玩 我就发现他对会的理解 跟咱们是不一样的 我二姨父认为 我不驾驭水 就是不会 我老公认为 水没枪死我 就是会 他以为他俩能到一个什么游泳馆 结果车直接开到了铁岭柴河水库 进水之后 我老公很兴奋呢 二姨父你不要怕 让我来教你蛙蛹 蛙蛹蛹的关键 就是要像青蛙一样蹬腿 说完他就开始认真示范 哎呀那腿蹬的那个猛 踹飞好几条鱼 对岸的人离远看 以为哪个蛤蟆疯了呢 示范之后一抬头 他游出二十米 我二姨父已经游到了水库中央 还得停下来飘着等 好不容易等我老公游到水中央 差点没累死 就等着啥时候折返呢 没想到我二姨父 轻松地飘在水面上 开启了聊天模式 你们加拿大人口一直不多呀 我老公说 咱俩再烙还得少一个 我当时有点可怜他 我觉得是我的引导不到位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不会可以陪你玩玩 是谦虚 表示对人的尊重 我老公学会了 后来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 因为我一个朋友工作的原因 他见到了他的偶像 成龙大哥 见到大哥他激动地都哭了 大哥我太喜欢你了 你所有电视我都看 你所有动作我都模仿 大哥说 那你会功夫 我老公说 不会 可以陪你玩吧 大哥也愣了 加拿大人口不多 原因在这儿呢 我老公打完非常骄傲地看着我 打得好不 我说你就告诉我 你想要黄菊花 还是白菊花 好危险啊 好危险啊